蔡英文給林志堅一個安慰說 志堅辛苦了 為什麼要講這話 蔡英文不是真正在同情林志堅 他在幫自己脫罪 這個情況是太可怕了 每一個人都去讀台大的國發所 輕鬆的隨便抄幾篇東西 就拿到學位了 幫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杜金毀了台大的公信力 民進黨的整個體系裡面 黨主席就是一個詐騙 詐騙頭頭 得到了學術之力 以後得到了政治之力 所有政府的官員都會詐騙的 因為不詐騙就是笨蛋 先前蔡英文的那個假論文案子 已經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蔡英文的那個案子是 證據不足 因為他把證據封存 林志堅這個案子是證據確鑿 因為你的論文已經公布了 蔡英文是沒有公布論文 然後把所有的證據都封存了 人家就沒有辦法找你的證據 所以蔡英文給林志堅一個安慰說 志堅辛苦了 所有社會上的監督都應該依據事實 什麼是事實 事實就是證據嘛 對不對 那你蔡英文是用國家機器把證據封存呢 所以我們沒辦法找你的證據嘛 但是林志堅你是證據確鑿啊 因為你的論文公布過啊 人家現在可以拿你的論文出來比較啊 所以民進黨在捍衛林志堅的人 包括蔡英文講這個話 蔡英文為什麼要講這個話 蔡英文不是真正在同情林志堅 也不是真正在支持林志堅 他在幫自己脫罪 他在藉著林志堅的案子來譴責社會大眾 你們檢舉我們都是沒有證據 什麼叫沒有證據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升等考試的 這個升等的過程 所有的資料全部叫教育部封存 天下哪裡有這個道理啊 這算是什麼國家機密啊 我覺得林志堅這件事情最重要的 不是他個人的論文問題 最重要他會摧毀整個台灣學術界的公平心 整個學術界的倫理都會被你摧毀的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研究陳明通啊 你有什麼能力可以一個人指導 173個碩博士生啊 而且這件事情已經稱明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政府當中 幫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杜金 你有一套系統的嘛 每一個人都去讀台大的國法所 然後很輕鬆的隨便抄幾篇東西 就拿到了論文了 就拿到學位了嘛 這個情況是太可怕了 問題是你現在還在 博這些抄襲的問題 台灣有多少人是拿過博士說是學位的 這些人在大學教授裡面 他們能夠忍受這種事情嗎 我們自己的學位都這麼困難 我們對學生的要求是怎麼樣要求 結果我們台大台灣第一個最高學府幹這種事情 同時我在這裡告訴民進黨政府 這個案子牽連到最後 如果你能夠讓台大做出公平的裁決 這樣子才能夠維護台大的信用 如果你用台大再來掩護林志堅 你不但毀了台大的公信力 台灣大學現在已經是全世界台灣的大學當中 還進入世界排名的 已經快掉到200名以外了 這個事情如果爆發到國際上 絕對台大連全世界的前200名都進不了了 同時我要講林志堅在整個詐騙集團當中只是小咖 蔡英文才是大咖 為什麼民進黨的整個體系裡面會出這麼多大爛人 因為你們的黨主席就是一個詐騙 詐騙頭頭 所以你們下面的黨員都在詐騙 因為黨主席都可以詐騙 下面的人不詐騙這麼白癡啊 總統就借著詐騙 得到了學術之力又得到了政治之力 那下面哪一個人不詐騙呢 中華民國總統像這樣詐騙 所有政府的官員都會詐騙的 因為不詐騙就是笨蛋